昨天也得住了个梦啊 梦见把那个井里的水把它抽干 然后要维修 具体那个细节 不太记得了 反正我记得那个 用个小水帮啊 在里面抽啊 抽的时候我就出去做 忙其他事情就忘了 后来半小时以后突然想起来这个事 我想会不会抽干了一个 那个水帮在空转的时候把那个水帮搞回来 这么一个 那个 我们说到那个尼亚加拉大瀑布 下面有个很大很大的一个空间啊 这都空的啊 空的 但这个形状是规则的不是不规则的 就是圆柱形的 在地球下面啊 就像那个 就像那个地下啊 人家建的很规则的 那个 美国啊 有的地方建的很粗很大的那个 井啊里边 然后呢 各式各样的电啊 那管道啊都在里边走 类似这样的啊 类似这样的啊 类似这样的 类似这样的 现在那个 嗯 里边呢 那个地下空间扩大了啊 前几个月 我一直在林派做的 他要扩大这个工程把它扩大 因为不让那个水掉进去 所以那脖子那边卡住了嘛 所以我喉咙一直卡着 哎 不舒服嘛 然后 然后 现在 里边 扩大了啊 后来慢慢慢慢 口上也 也扩大了 当然一边扩大 要一边密封不安的 谁要跑进去 谁要跑进去 哎 这个空间很大 但是呢里面 我最近排的是个 说那个掉进去螃蟹了嘛 掉进去螃蟹了 而且那个 应该呢 说里边有水的 啊 没水的 应该里边是没水的 里边是个机械章子在里边跑 没有空的 因为方面那个章子在跑 另外慢慢水不进去 如果水进去的话 就异常 但是 尤其在施工的过程呢 很难保证没有水 所以呢里边有水 现在有水 现在呢 准备要用那个臭水夹 把里边的水把它抽干 把里边的抽干 未来 就两个密封毫里边就是 没有水的了 没有水的话 昨天晚上 我们还在想 那个螃蟹这样把它处理掉 如果 如果一滴水都没的话 螃蟹也没办法活了啊 所以你只要把水清干净 自然而来 那个螃蟹在里边就活不了啊 也不用考虑 就用湿进去了啊 湿进去这个用了 很麻烦这个事 这样子把水抽干就可以 现在开始去抽水啊 今天开始去抽水 把里边水抽的一定都不深 放得干干 放得干干净净啊 然后只有个链条在里边走 这样就行了啊 好 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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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再见啊